中国历史最早的同性恋 同性恋就使不绝说了 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心理自卑或是和异性隔绝条件下的产物 那么又怎么解释历史上不少位于九五之尊后宫粉弹一万的帝王热衷于此呢 如果认为这只是帝王贵族的荒淫无耻的表现 那么又怎么解释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 以致泛夫走卒也乐于搞同性恋呢 如果认为历史上的男宠都是婉轮恋媚 实际上是被当作女性看待的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未经冒撞其为 云武帝将冰墙而尽 魁叔有力而亲信呢 这一切都说明了同性恋问题 不能够单纯的用一个模式 尤其不能用一个单一的道德模式去解释 取套了 同性恋不是什么腐朽文化 也不是什么弊病 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 在欧洲的中世纪 曾经一十分残酷的宗教丫头来对待同性恋 同性恋者都可能被判死刑 例如在1861年以前的英国 法律明文规定这种死刑可以强制执行 有些人只是因为有半异性症 就被当作同性恋者而被处死 828年一项新的法办重新规定 任何语言或动物从事肌肩行为者 需以重罚处死 在法国放弃了火烧女巫的漏俗之后 有很长时期才为火烧同性恋者 这种野蛮的风俗 在欧洲许多国家一时曾甚为流行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却没有遭此恶劣 尤其是男性同性恋及所谓男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可 骚人默克们还能无拘束地以施词 文章来引用 虽然有些封建位道士也曾经攻击过同性恋 那也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评价 而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把它列为致人与死地的罪名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宽阻 在中国封建社会 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后 性压迫和性禁锢是十分严酷的 它主要针对妇女 在男女受受不轻 恶死是小 失节是大 以及女子缠组等方面 西方是望尘莫及的 但对待同性恋却比西方同时期宽松得多 这却是一个好事 到了20世纪 西方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 从罪发展到非罪 甚至于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 采取多数票通过了同性恋是一种非异常现象 这说明了在这个圈子内多数人的观点 而不少现代的中国人 却转而认为同性恋大逆不倒了 历史怎么会有如此反复与逆转呢 我们能不能以一种科学的 以历史进步的态度来对待它呢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始于何时 以很难确切的考证 清代著名学者纪云在约维草堂笔记中说 杂论称 鸾同始于皇帝 与他同时代的前大新也持此观点 其实 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是否真有其人 还不那么可靠 同性恋始于皇帝就更缺乏根据了 但是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存在着同性恋 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文字记载中 商书一讯中对同性恋的记载 也许是最早的 他指出是有三封使迁 说清世有义无余身 加毕丧 邦军有义无余身 国毕王 臣下不狂 其刑目 三封中有乱封 而乱封中包括四千 其中的一千是彼丸童 吉丸南童 搞同性恋 由此可见 在商代 彼丸童已经成为乱封的一种 所以 依隐在对太贾的训诫里 不得不加以特别提醒 在战国策秦策中 又有这么一段记载 沁县公欲伐渝 而弹公之其存 狗戏约 周书有言 美男破智 乃一只美男 较之恶公之其 公之其 以奸而不听 罪王 因而法 于 罪取之 而周书中说的是美男破智 美女破居 五只回忆 其意思是美男和美女 都可能成为国破家王的祸根 从战国策中印发于的记载看来 尽献美男引诱于君 同性恋近起到色情间谍的作用了 以后 美男破智或美男破产 进成了一个典故 可见当时同性恋已被有些人看成是一种社会灾难 当时 男同性恋被称为南风或南风 在周朝的民间歌詠中 就有不少赞美男子 歌詠南风的词句 例如 后人认为春秋时代存在着正生吟风 清代的成庭作就认为正风此今一章 就是描述两个男子相互爱恋的诗 清清此今 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子宁不思音 清清此配 悠悠我思 纵我不枉 子宁不来 挑息答息 再成阙息 一日不见 如三月息 一日不见 如隔三月 可见这两难相悦 已经热烈到了何等程度 此外 山友 扶苏 角童 千长 杨池水等帐 都有角童 狂血 狂童 字形 唯语二人之类的词句 这都是和南风有关系的 从以上情况看来 中国历史上关于同性恋的记载 的确是相当早 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 例如芬陶 段秀 安宁 龙阳等 都出自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同性恋个案 在瓦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 恐怕是燕子春秋中的一段了 齐景宫长得很漂亮 有点像美女 有一次 他发现了一个小官员 一直轻挑地望着他 他很奇怪 叫左右的人查问这个小官员 这个小官员坦白交代说 这么望齐景宫 是因为齐景宫长得美 齐景宫听了 对这种依淫行为很劳火 要杀这个小官员 后来被燕英却阻了 古人把南童姓烈 称为分陶之爱 于陶 其典故出自魏陵宫和他的男宠女子 侠 在韩非子 刘相的说院 和战国册中都有所记载 原文是 弥子名侠 魏之必代父也 习者 弥子侠有宠于魏军 魏国之法 窃家军车者最悦 弥子侠母帝 人间网也告弥子 弥子脚家军车已出 君门而闲之日 孝哉 魏母之故 望其悦罪 一日 与君有余果园 石桃而干 不禁 以其半诞君 君曰 爱我哉 望其口味 以但寡人 及弥子侠色衰爱是 得罪于君 君曰 是故长脚架舞车 又长但我已于陶 故弥子之行 未便于出言 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 爱曾之便也 弥子侠和魏林公搞同性恋 嗜宠而骄 私自嫁君主的车 把吃了一半的桃子给君主师 在他得宠时还受到君主的赞扬 到失宠时这都是罪名了 还需要一提的是 魏林公是个淫乱的昏君 他还和一个有美色的宋公子 朝搞同性恋 发生了同性性关系 而宋朝又和魏林公的嫡母宣将 夫人男子 发生了一性性关系 后来竟因此发生了宫廷政变 古人又把男同性恋称为龙阳之好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 龙阳君是魏王的男宠 魏王很爱他 有一天 两个人在一起钓鱼 龙阳君钓到十多条鱼 可是不仅不高兴 反而哭了 魏王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钓的第一条鱼的时候 满心欢喜 但是后来钓到更大的 我就将第一条鱼弃之于海了 我现在受宠于你 和你共着 人们都敬畏我 但是四海之内美貌的人那么多 别人会把比我更美的人推荐给你 那时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了 想到这里 我怎么能不哭呢 魏王听了很感动 于是颁布全国 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 则满门抄斩 是于安陵之好的典故 则出自战国策楚策 安陵君是楚共王的男宠 颇为得势 有个叫江乙的人对 他说 君主待你那么好 只是因为喜爱你的美貌 以后总有色衰爱池的一天 甚至连锁碎的席子还没有破的时候 已经不再受到宠幸了 你最好和君主说 连死也跟随他 就会长期得到他的信任和眷顾 可是在三年中 安陵君没有对楚共王说过 有一次 当安陵君和楚共王在云梦打猎时 共王有感的说 今天打猎 真是我快乐 但在我死后 谁还和我一起享受这快乐呢 安陵君听了以后 就留着泪下跪说 大王万罪千秋之后 我愿意在黄泉之下继续侍候你 楚共王听了大为感动 就设谈封他为安陵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